現在我們要教的東西叫做控制變因法 一個我們做實驗的方法 那麼第一件事情是了解什麼叫做變因 變因就是會影響一個事情的因素 就叫做變因或者叫做變相 如果把它數量化的話 就叫做變數或者是變量 只是名詞而已 就是一個影響事情的因素 我們加熱一杯水 水溫會多高跟加熱時間有關 跟燭火大小有關 跟杯子的材質有關 這些就叫做會影響它水溫的因素 就稱之為所謂的變因 變因 所以第二了解什麼叫變因 會影響某一個事件的因素 叫做變因 然後我們在控制變因法裡面 我們的變因分做三種 第一件事情弄清楚 誰是誰 所以一種叫做控制變因 被控制住的 被hold hold住的 抓住的 所以是不會變的因素 保持不變的因素 叫做控制變因 操縱 我改變它搖桿搖來搖去 滑鍵盤按按按去 滑足以來去 我去操縱它 我去改變它的就稱之為操縱變因 我讓它去改變的叫操縱變因 然後我改變了A 去看看B會怎麼樣 這個B就叫做所謂的應變變因 我去看的 我去測量的那個因素 就叫做所謂的應變變因 考試的第一種題目就是分清楚 我做實驗的時候 誰是控制變因 誰是操縱變因 誰是應變變因 所以第一件事情分清楚 誰控制 誰操縱 誰應變 你要懂 什麼叫做控制變因 什麼叫做操縱變因 什麼叫做應變變因 那麼什麼叫做控制變因 我說這是個做實驗的方法 就是我一次只改變一個因素 我認為甲乙丙丁這件事情會影響A 我想知道甲會不會影響 那我的乙丙丁就保持不變 我只改變甲 然後去看A會怎麼樣 這個時候的乙丙丁保持不變 就叫做控制變因 我改變的甲叫做操縱變因 我看A會怎麼樣 就叫做應變變變因 我一次只改變一個因素 我就知道這個因素 跟結果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 所以一個實驗做完以後 你能夠理解的就是 操縱變因跟應變變因之間的關係 實驗做完之後 你就了解操縱變因跟應變變變關係 比如說成正比呢 還是成反比呢 還是五關 所以我想知道水量怎麼影響到加熱後的溫度 所以我要用一樣的燭火 加熱一樣的時間 用一樣的燒杯 用一樣的出溫 這些叫什麼變因 控制變因 那我兒子改變誰 水量 我兒子改變水量 我改變水量 然後呢 所以還有什麼變因 操縱變因 然後去量什麼 量最後的溫度 量最後的溫度 那叫什麼 應變變因 這樣做完實驗以後 我就能夠了解水量跟墨溫之間的關係 最後叫做所謂的控制變因法 控制變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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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實驗 我能夠了解操縱變因跟應變變因的關係 在這個例子就是所謂的水量跟墨溫之間的關係 要請你了解注意的事情是 要請你了解注意的事情是 我就是了解操縱變因跟應變變因的關係 別的事情我偷不知道 剛才這個實驗做完以後 問下列敘述核整證券 他說 加熱時間越長 水溫越高 這句話 這句話 本身對不對 本身對 可是他不可以選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選 因為我整個實驗有沒有改變過加熱時間 沒有 所以我根本就不會曉得 加熱時間跟水溫到底有什麼關係 所以迅速看起來是對的 可是我不能選 我這個實驗 我是改變水量 去量墨溫 所以我只能了解什麼 水量跟墨溫的關係 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 你就要定外去安排做一個實驗 OK 這叫做控制編因法 控制編因法考試題目有兩種 第一種 如果我這樣做實驗 請問你 我了解誰跟誰的關係 第二種 我想知道誰跟誰的關係 請問你 我應該怎麼做實驗 我應該怎麼做實驗 就考這個 好 想知道這個結果 該如何設計實驗 我這樣設計實驗 會知道誰跟誰的 關係 OK 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OK嗎 OK